如果这三个地方你不去多连 你总会感觉人体的上半身不舒服 特别容易累 那么这三个地方包括什么呢 那就包括我们的脖子 我们的后背 以及我们的腰 如果说你总感觉到脖子僵硬 后背和腰不舒服 那就说明你这些地方开始退化了 时间一长 它会感觉到什么头阴头疼 睡眠质量都会出现 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怎么办呢 现在我教给大家三个动作 大家可以点红心点关注 跟着我一起做起来 第一个就是做头部梳法 头部梳法呢 我们大家写一个米字 一横一树一大片一大片 这个是把膜的撑长 我们先从左开始向右 把这一横写完 再从最高点一直用下部颗 把一个树写完 然后再把这一片撇到头 再把另外一片撇到头 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算一个 如果你要能做个二三十个 相信你脖子的状态呢 会感觉的特别舒服 第二个动作呢 就叫汗地划船 双手前伸 身体前挺 然后两个手向后拉 走关节向后领 后背形成一个加紧的动作 后背加紧 两个肩胛骨有一种加上的感觉 这个呢可以有效的做五十四刀一百次 让我们的后背的肌肉 得到有效的重量 第三个动作呢 就是双手插腰双脚开立 腿要绷直 身体前趴 一 二 三 四 从侧面看 身体挺直 五 六 七 八 好 这个动作呢 你可以做一个八八拍 两个八八拍 或做五十四到一百次 这三个动作合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地方的肌肉质量会发生改变 就会让我们这个地方呢 感觉的非常舒服 特别是我们的上体 一舒服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你的生活和工作的时候 非常有精神 所以所有今天在场的 装老年朋友 跟着我们 把我们的脖子 把我们的后背 以及腰部 每天练一遍 真的非常众望